台北南港又突然无预警大停电 1000多户无电可用 虽然说是电缆故障 但也被发现26号全台差点限电 因为台中火力电厂机组破管 居隔人数大量爆表 家庭用电量激增 再加上太阳下山之后 缺少光电液注 让被转容量率只剩2% 被转容量若低于50万千瓦 亮黑灯就会分区限电 专家还说27号被转率白天只有8% 亮起供电吃几黄灯 甚至到了晚上只剩3% 连台电内部人员都坦言 本周恐怕很难过 网友嘲讽 夏天都还没有到 现在光是居隔 就能让台电挂掉吗 还有人酸蔡英文叫太阳能 来就拜信啊 那8月的部分 确实供电用电的需求会更高 但是我们的机组 就会在5月会慢慢都回来 这个没有问题 台电真的是生病了 当千奇百怪的原因 都会让各地缺电停电 此刻面临悍病毒决战的百姓 又怎能心安 记得 谢宏陆陈宇有SNG小组 台北报道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尽量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